《道德經》 敬愛的如山長老 各位親愛的家人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 演習《道德經》廟節 以及這方面的問答 今天還是一樣以問答為主 你們提出你們的問題 針對大家的問題來回饋 協助大家在學習《道德經》方面 各種障礙能夠儘快化解 你心中各種障礙化解之後 你在學習《道德經》才會來到沒有障礙 才能夠很快體會到裡面的奧妙 好 來 開始 有問題的可以提出來 OK 師傅好 好 我想 我想 開始關注全人類的大問題 好 很好 但是 師傅我不知道怎麼做 因為 我想請教師傅要怎麼樣去關注 因為我平時也不會去注意新聞啊什麼的 都不會去注意外面發生的事情 那我是不是要開始多關注新聞還是怎麼樣關注 我就覺得不知道怎麼樣做 哦 不知道怎麼做 就是想讓師傅說那個關注 全人類大問題是只是去看新聞了解這些 一些實就是實實發生的事情還是什麼 你們在小組分享討論的時候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這個你們也可以進一步去討論 這個你們也可以進一步去討論 還有 還有也可以請朋友多提供一些這方面的消息給你 還有在我們的資料系統裡面這方面的也不少都陸續有提出 包括在課程裡面一樣都有陸續有提出 你如果有注意的話 你就會知道從這個問題點你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問題 就像去年一樣 我都有講到如果全球的冰山融化之後 全球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都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 只是以前因為你沒有在乎 所以不知道說 這裡要透露的是什麼樣的訊息 所以是要用心去體會 不要以為說 那跟我無關 這個跟我無關 這個我不需要聽 這個我不需要了解 以前在台北就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一個修行團體 他們認為我們就好好精進用功 我們好好修 就可以得到各方面的保護 什麼都可以逢凶化吉 結果颱風來襲 颱風來襲他們一樣繼續在地下室 在地下 因為他們的共修場所是在地下室 他們繼續在地下室共修 其他人覺得我們不用去在乎那些 我們就好好地精進用功 共修打坐 然後體會學習 然後體會學習這樣就好 結果台北市淹大水 颱風來了淹大水 而那些水士來勢洶洶 很快地就衝入地下室 裡面在地下室裡面 那些共修的人幾十個人 幾十個人都逃 沒辦法逃出來 都死掉 好像二三十個人都死掉 你以為說我們修行 就可以逢凶化吉 其他的那些都不用去管 世間法 佛法不理世間法 而且本來颱風來了 你就要有那種危機意識 在地下室 如果淹水怎麼辦 但是一般人都認為 都很瘋瘋瘋 認為說我們修行人都可以逢凶化吉 什麼都老天爺都會安排好的 不是這樣的 人要有智慧 要關心周遭的情況 好了 所以你一方面也陸續關心全球的 可以多收集這方面的訊息 全球的生態環境 現在遭受破壞的情況 全球生態環境的破壞 全球動物逐漸的滅絕的這種情況 還有全世界的水污染 空氣污染 還有全球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不斷的 一直的在增加 我前幾天還看到這個消息 2017年 也就是今年的2月 也就是今年年初的那個冬天 北極地區所測到的溫度 是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在本來是寒冷的冬天 結果北極出現了好幾次 本來應該是寒冷的冬天 應該是零下二三十度 結果竟然是測到一度 測到一度 也就是比正常的溫度高了二三十度 這些都是整個地球生態環境 逐漸地出現了大問題 包括世界的各種極端性的氣候 都是大自然不斷地在警告人類 要知道各種極端性的氣候 都是大自然不斷地在警告人類 人類如果要繼續麻木不知 大自然也表示沒辦法 除非人類要覺醒 反而各種動物呢 他們都在保護地球啊 除了人類之外 其他各種動物 他們都在保護地球啊 愛護地球啊 維持生態平衡啊 人類自認為很聰明的種族 我們在地球上 到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真的這是人類要靜下來去深思的 OK 好 還有一個問題師傅 就是這段時間講課 然後一直在學習不生不死的實相 然後我就想問師傅 就是對於生命的定義 因為我之前對生命的定義 就是我自己這一個身體 然後您一直在教導我們說 我們是命運共同體 這個外界都是我們生命的延續 可是一提到那些偉人的時候 他們就會與日月同會 與天地共存 然後沒有到這程度 就不能與日月同會 與天地共存 啊 你後面這句要怎麼樣 就是那些偉 就是大家都是不生不死 但是那些偉人就可以 我可以與日月同會 與天地共存 但是我就不能與日月同會 與天地共存 就是 本來日月跟你同在 天地跟你共存 問題是如果我們沒有學到智慧 我們不開心不快樂 天天在那裡 憂悲惱苦 你沒有學到智慧 沒有活出生命的意義神聖 一樣啊 天地跟我們都同在啊 問題就是 自己活在那個 憂悲惱苦不斷的世界 智慧沒開啟 生命意義沒發揮出來 所以天地父母給我們的都是 真正的淨土 真正的極樂世界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我是活在苦海裡面 要知道 那個不是外星的問題 完全是我們認知的問題 所以你 你的生命一樣 都在變化變化 變化變化 沒有真正的死亡 問題是 如果你處在不清不楚的情況之下 你的生命只是 就像所謂的在苦海浮沉 不斷地在苦海浮沉 如果你學到了智慧 開啟智慧之後 你就是活出生命的喜悦 活出生命的神聖 活出生命的意義 自然的啊 你就是跟天地同在 與天地共存 與日月同灰啊 這樣了解嗎 糊里糊塗的時候 你就是在你的哀怨啊 抱怨啊 所以就是活在苦海啊 所以不是外境的問題 是在我們認知的問題 這樣知道嗎 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這個很重要的核心 你沒有釐清出來 你不知道說問題是出在自己的認知 結果呢 我們會以為自己沒問題 然後總是在那裡 一直要強化自我 然後認為問題是在外境 結果呢 一直要強化自我 要去對付外境 一直要強化自我 然後要去改變別人 改變外境 或是要脫離這個外境 那都是錯誤的認知啊 你就會生生世世 修個沒完沒了啊 所以這個認知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不是 絕對不是說 用某個法門很快 很有覺受 很快能夠感覺到 做到怎麼樣的層次 做到地己禪 做到什麼境界 已經不是那些事情了 你認知錯誤的話 你再怎麼修禪定 你還是一樣啊 你只是在修各種功夫 然後來強化這個自我 然後可以應付各種外境 還是一樣啊 把外境認為那是苦海啊 那是五著二世啊 所以啊 觀念的校正比什麼都更重要 核心問題 扣住這個核心問題來改變來淨化 問題是在 都出在我們的認知的問題 這樣知道嗎 這個是很重要的核心 所以為什麼佛教講說 修行的總綱領 諸惡莫做眾善奉行 致敬其意 問題是這四個字 我講過很多次啊 很多人還是體會不到啊 如果說他知道 還是要在你練功夫啊 諸佛菩薩一樣都告訴我們 你要解脫 唯一真正最重要的核心 就只有自敬其意 不是修法門的問題啊 不是修多久的問題啊 還有很多論法都還跟你講說 你要第一大阿生其解 怎麼樣怎麼樣修 那你要修多久 才能夠把那些業障消除 然後把什麼還了 然後你才能夠提升上來 到第二個階段 第二大阿生其解 然後怎麼修 釋迦牟你不是這樣講啊 不是這樣講啊 所以要了解 真正要解脫自在 或是在苦海浮沉 最重要就是 我們觀念認知的問題 你自我意識越強 你的世界就越狹窄 而世界越狹窄 你的看的就越局限 而且呢自我意識越強 它就會以自我為核心 然後外境呢 都變成順我則是 逆我則非 它有很強烈的要跟不要 它不接受法界大自然的完整 它不接受 那個自我 它就是這樣 要製造出很多的問題 在沒問題的世界 它就是要製造問題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啊 絕大多數的人不知道 認為 你就是業障深重啊 你要怎麼修啊 怎麼修 那怎麼樣脫離這個世界啊 怎麼樣從到另外一個世界啊 真正的修行不是這樣啊 因為外境沒問題啊 大自然沒問題啊 那些植物 那些動物 沒問題啊 他們都在守護這個地球 他們都在美化保護這個地球 我們是要感恩他們的 而不是瞧不起他們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一點 修行真正最重要的就是 回來 改變我們的觀念認知 也就是讓我們 覺醒過來 重新來認清真理思想 這個一定要自我挑戰的 一般人就是不願意自我挑戰 他們認為他所積累的觀念知識之間 是正確的 但是不知道說 自己很多的觀念知見 是大有問題 所以為什麼 諸佛菩薩才提到說 自敬其意 自敬其意 就是把我們一根裡面 把我們積累過來的觀念知見知識裡面 有很多是錯誤的 要把那些 淨化掉 就只有這樣 而什麼才是真正的正確 什麼是錯誤的 你要以什麼來對比 每個宗教都有他們 界定的一套 什麼是正知正見 但到最後 到最後 你真正要對比的 就只有跟法界大自然 存在的真理實相來對比 不是拿經典來對比 不是某某大師 某某佛 怎麼說怎麼說 以這個就為絕對 這些是僅供參考 比如說 耶穌有耶穌的說法 穆罕默德有穆罕默德的說法 每個宗教都有他們的教理教義說法 但他們所講的依據 一定是來自於 整個法界大自然 名詞不一樣而已 表法不一樣而已 本質都一樣 所以最高的依據 我們的觀念之間心態正確與否 我們的認知 我們對真理的認知正確與否 然後 到最後 到最後 一定要 來到 用法界大自然 來 一定要用法界大自然 來對比 來對比 這樣子了 OK 好 來繼續 師父好 就是我也是一直記得 師父說過 外境是沒問題的 所有的問題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產生痛苦了 那都是來自自己的 要從自己的身上找 然後我之前跟一個人 也是聊天的時候 就講了一個例子 就比如說我小的時候 我不懂什麼叫害人的時候 那有一個人突然間跟我說 哎 剛才那個人害了你了 我不會知道他害了我了 因為我的思想裡頭 沒有這種觀念 然後 我思想裡沒有這種觀念 然後 但是 但是 但是當我有了主宰掌控欲了之後 當別人在對我實行 主宰和掌控的時候 我會很反感 我會覺得說 你這個人為什麼要這樣子主宰我 為什麼要這樣子掌控我 那原因主要也是因為 我自己有主宰欲 有掌控欲 所以我才會感到被別人主宰掌控 我會很不喜歡 這樣子的感覺 那 那這個是不是可以同理到嫉妒心 就是 當我嫉妒別人的時候 我知道自己在嫉妒別人 那然後 比如我通過學習之後 我覺得我對這個人沒有嫉妒心了 然後甚至在我狀態特別好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看到這個人 就是像看到我自己一樣 我對他那種 會有發自內心的喜悅 關心 可是我感覺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還能感覺到他也在 不喜歡我或者嫉妒我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有淨化掉自己那部分的嫉妒心呢 還是說 我只是讓自己感覺更好了 嗯 了解一個原則 我們每個人是我們的世界的源頭 每個人我們是我們自己的世界的源頭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世界 每個人的世界都不一樣 一樣 你有你的世界 他有他的世界 先生有先生的世界 太太有太太的世界 小孩有小孩的世界 雖然同處在一個家庭 但是每個人都有各自屬於他的世界 而先生的世界跟太太的世界 有交集也有不交集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世界在哪裡 世界是甚麼 那我們的世界 源頭是在我們自己 這個以前也有講過 我們是我們的世界的主人翁 是在我們自己 所以 我們散發出甚麼樣的磁場出去 就會有甚麼樣的磁場 回饋過來 所以 如果我們散發出的事 稱心就會回流過來 稱心回過來 如果我們對別人的不信任 就會回饋過來 不信任 如果我們投射出去的事 嫉妒心 疑心病 一樣 都會回到我們身上來 所以先做好我們自己 這個是最重要的核心 別人怎麼樣來投射 別人怎麼樣發射出他的斂坡磁場 這是別人的事 先做好我們自己 要來到 從我們這裡 散發出去的 沒有那些貪心 沒有那些誠心 沒有那些嫉妒心 是純淨的 清淨的心 往這方面來練習 往這方面自我便利 從我們這裡主動散發出去的 都是正向的能量 正向的煉坡磁場 好 先做好我們自己 再來 一樣外面會有煉坡磁場過來 會有 比如說 別人對我們起稱心 對我們起稱心 好 再來就是 你怎麼去接招 你怎麼去接招 怎麼去消化 所以很多的境界也是在考驗我們 在幫助我們 你到底 學真的還是學假的 你到底只是觀念之間 還是你真的做到 所以外境傳過來的 同樣的 不管是順境逆境 都在幫助我們成長 我們 你會接招的話 感恩各種境界 道德經裡面一樣都有提到 善人不善之人 一樣 都可以做我們生命的 成長善因緣 不善之人 一樣可以幫助我們成長 所以講信用的人 我們信任他 不講信用的人 我們還是一樣信任他 但是我知道 你是不講信用的人 那你不講信用 那是你個人的事情 對我而言 我還是一樣信任你 你要欺騙我 那是你的事啊 所以 不要去跟外境在那裡起舞 一般人的大問題 一般人的大問題就在於 別人給我們什麼 你就回饋什麼 別人稱心過來 你就稱心回去 別人揍你一拳 你就揍他兩拳 這個就是 沒完沒了的 所有的輪迴 成為境界的奴隸 成為境界的奴隸 所以要來到做生命的主人 做生命主人就是 我們要勉勵我們自己 從我們這裡散發出去的 這個我們可以完全做主 所以我們要了解就是 我散發出去的是什麼樣的磁場 我們很清楚知道 這是有因果 有因果 我們散發出去的都是 慈悲正向善戀 所以自然的 會回饋過來的 就是正向的 而如果回饋過來 有負面的 沒關係 這些一樣都在幫助我們成長 所以做好自己 至於眾生給我們的 不管是正向的 逆向的 一樣 都可以讓我們從中去體會 去成長 OK 好 師傅 其實我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是想 就他的那個話 我來講一下我修行的心得體會 就是說 在靜坐之後 會發現心越來越近了之後 會反映出別人的 對我的心態 或者說別人當下的反應 但有的時候 第一反應是 啊這個人氣場不好 我要離他遠一點 然後後來再仔細的看 就覺得好像 既然就是 大自然給我這個 能感應到別人的狀態的能力的話 這應該是一個秘密武器 就是我是拿它來用來感受別人 就是同體大慈 同體大悲嘛 就是能感受到別人的痛苦啊 或者 嫉妒心的時候 你會 就是 我會就是挖掘 可能還是從外音開始找 我會挖掘他 到底為什麼會 有這個心 找出來 可能這個原因是我造成的 那我就去把它 彌補掉 如果這個原因不是我造成的 我就 可以就是跟他聊天啊 或者 跟他就是 講一講 說不定 就是 能做到 補益的地方 就是能幫他解開心結最好啦 解不開就 做一點 試一點 然後 這樣子的話 我就覺得 感受到別人的痛苦 或者敵意的時候 就站在他的角度和立場 去思考問題 會發現 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就感覺 老天給我下了一個新任務 就像打遊戲一樣 嗯 我就玩得很開心 嗯 所以就不會再覺得 煩惱了 好 嗯 嗯 好 不錯啊 嗯 要漸漸學會 玩意志遊戲 嗯 嗯 不錯 OK 好 來 還有沒有問題 嗯 師父好 嗯 嗯 我的問題主要是 就是像道德經 因為我也學了很多次 感覺到 真的是 嗯 對自己的人生喔 來說真的是 感覺非常好 那我呢 就是想 像我身邊的朋友 我就覺得 他們真的是很需要很需要 但是我在跟他們分享的時候 就是好像很蒼白 在他們面前啊 分享的很蒼白 他們就說 嗯 你修的蠻好 好像就是我的事情 我是要去修 他們好像都不用修的那一種 嗯 他說哎呀 我們都是凡夫俗子啊 什麼什麼 嗯 有時候我我比較 感覺到比較好一點的 我會跟他講 他說哎呀我孩子 你看又放假了 家裡又要照顧啊 什麼 但是我呢 又 就沒有多說 因為都說我怕他們起反感嘛 其實我就認為 你孩子大了 他的生活 自己能力都有了 我想你離開一下 反而會更好 那有些人家 就會有很多的借客 哎呀我是專門來管孩子的 好像離開了 就不負責任那種 所以我就覺得 不知道去跟他們 怎麼分享 我就覺得他們 真的是太需要了 可是我我就 沒這個能力去 去去 給他們分享 叫他們進來學 就這一點 好 所以這個就是 他們也給你一些功課嘛 好 那你要練習的去 怎麼樣能夠分享到 怎麼樣讓他們 能夠 有興趣來接觸來學習 所以這個是給你考題啊 給你練習題啊 你也可以練習著 去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嘗試方式 不同的方法 來跟他們互動 這是一點 你也可以這樣做 另外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如果遇到不相應的人 我們也不要在那裡 刻意發很多時間拉扯 有時候他現在不相應 但是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先結個善緣 把書本資料先結個善緣 也許一段期間之後 他就會相應 或是他雖然不相應 但是他會把資料 又流傳給其他人 相應的人 他就會浮現出來 所以我們不要鎖定在某些對象 要把這個結緣的對象 我們把它打開 無界線 也就是把資料 可以廣傳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有因緣接觸 很多人不是我們的親戚朋友 但是當他遇到我們所散發出去的這些法寶 當他遇到之後 他相應 這種相應之後 很快就成為所謂的法友 法上可以談論的親戚朋友 距離很快就可以拉近 反而導致一些親戚朋友 因為他沒有想要聽 沒有想要學習 或是因為好像說 認為對你太認識了 你對他講的話 他就不會很珍惜 像這樣的話 這些都是隨緣 所以佛教講說佛度有緣人 我們要把 要結緣的對象 我們要能夠廣泛 不用說光只是局限在一些特定對象 再來 如果我們跟親戚朋友結緣 他們不相應沒關係 我們也有因緣就跟他做一些互動 通常一般人是要遇到很多的挫折痛苦之後 他才會想要來學習 所以最好就是我們不要只是設定在某些人的身上 某些族群把它廣泛 是 我這一點好像太吵 我是很想叫我新生來 我都叫不進來 其實他也有時間 所以我叫他來 你去就好了 你去就好了 對呀 你要感恩他 因為他不阻礙你 他讓你來學 你就要很感恩他 那我想兩個人 一起來學會更好 謝謝 我跟你講 你先知足 我很知足 你覺得 能夠這樣 我已經很滿足了 很幸福了 因為你越知足 然後又感恩他 感恩你 知足感恩你對他就不會抱怨 知足你就會對他更好 可能更溫柔更體貼 他看到你 奇怪 你怎麼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 以前還會那麼強勢的意識死 獨仔欲要拉我去 你要拉我去 我就偏偏不去 當有一天你改變了 你對他是一個感恩 你常常跟天天跟他說感恩他 謝謝他 那再加上一句我愛你 他慢慢地感受到 你真的跟以前不一樣了 然後你跟他講 你現在的三根乎的意念還不夠 你慢慢韵諒慢慢欲諒 因為你現在這個課程 你現在可能還聽不懂了 所以我現在不逼你 也不拉你 你慢慢去韵諒 等到你因緣成熟的時候 再來 當然後面這是開玩笑 你要看情況 半開玩笑的 夫妻之間不要正經八百 你越想拉他 他越想脫離 人 有一句話 人是會想要改變自己 但不想被別人改變 你希望他來學 他未必會想學 所以你只要對他好 感恩他 對他溫柔 對他體貼 他會慢慢地看到 真的 嘴巴 尤其男人 很多情況是 愛辯子 嘴巴硬 不願意承認 但是只要你 你對他好 我跟你講 男人是吃軟不吃硬 你對他好 你對他好 這個效果會很高的 好 還沒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可以出來問 再來我跟大家講這個 道德精妙節的一些因緣 這本書 跟你們手中所拿的內容都一樣 只有封面不一樣而已 道德精妙節 這本書現在正式出來 八月份的時候才正式 正式版本 八月份才正式出來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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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經過四個月 那這一本現在印刷量 現在正式出版印刷量 已經有四十萬冊了 已經四十萬冊 後續他的印刷量 需求量還會更多 還會更多 明年 預估一百萬以上 一百萬以上 這一本書 因為我們學員幹部也有預估 五年內達到五百萬冊以上 會五百萬冊以上 這是很正常 不信你就好好認真去學習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這一本書 它的印刷量幾年內 五年內會超過五百萬冊 再來這一本書 是這樣 因為是要讓這一道德經 正式的進入學校 成為學校裡面的輔助教材 或是成為教科書 是用這樣的架構來編寫出來 而且主要是要讓我們的中學生 就是初中高中中學階段 他們就能夠讀得懂 所以就是要用中學生 他們可以理解的這樣的角度 來解釋解析開來 你們這幾天在學習道德經廟節 有沒有感覺 理解起來比較容易 有沒有 有嘛 今天下午有一位分享 一樣他有提到 有幻燈片 有幻燈片 有白話解釋 有幻燈片這樣的配合 就容易理解 所以就是要讓高中生 他在中學的階段 他就能夠理解 道德經裡面的智慧身影 所以就是深入淺出 把很深奧的道德經 深入淺出把它解析開來 這一本書 真正的緣起 跟我們如山大師有些關係 也有些因緣 因為去年這個時候 一樣在這邊 一年前 十二月中旬到一月中旬 都在這邊 這邊一樣去年 我們就是在上 這個道德經的智慧與應用 道德經智慧應用這個課程 有幾次如山大師 他會找我去談 意思就是說 他也很認真在學 但是就是記不住 還有就是 學了之後又容易忘掉 還是不容易真正消 不容易消化 或是現在學了 今天學了明天又忘掉 跟我講過幾次 也就是覺得說 要理解起來 應用起來 還是沒有那麼的容易 所以對我也會有一些鞭策 還有時候也會覺得好像 奇怪我已經這麼盡力地 在把它深入淺出講出來了 怎麼你還是 所以我想說 是不是講的還不夠淺白 還不夠深入淺出異動 再加上我們學院在推廣 在中國各處推廣的時候 也有學院他們有提出反應 這個在原來的那一套 道德經的智慧應用 在社會要推廣 還是不容易大眾化 因為很多人還是會反應 那一套還是比較深 課程還是比較深 一般人還是 除非他很認真來學 不然的話 還是不容易真正消化 理解裡面的意思 所以希望能不能有更淺顯的 解釋的更淺顯的來流通 再加上因為 中國的教育部 已經把道德經 作為高中生要研習的課程 研習的讀本 我想到 如果大人對學習道德經 都感覺有很多的障礙 不容易理解 那我們的高中生 這樣他們學這個道德經 他們不是會有畏懼嗎 不是會這樣排斥嗎 因為你大人理解起來 都覺得困難了 何況我們的中學生 所以我就在 就在醞釀 加上有一些訊息 都是希望我能不能 重新再寫 寫比較簡單 比較白話的這樣的書出來 所以去年在這邊 在這邊就開始在醞釀 去年的一月 應該說今年的一月 一月份我那時候還在這邊 就開始在醞釀 要不要寫 要不要寫一本白話解釋的道德經 從第一章到最後一章 因為我知道以前講的那兩套課程 講過的那兩套課程 一般高中生讀起來還是很吃力的 一般社會大眾讀起來 除了他有相當的一些基礎 還是會比較吃力 不容易廣傳 所以我想到說 一方面要讓高中生 如果能夠有一本書出來 然後讓高中生就可以讀得懂 容易讀懂 一方面也讓我們如山大師 一看就可以 就對嘛 就是要這樣嘛 所以去年在這邊的時候 就開始在醞釀 要不要寫 要寫但是我又很忙 因為整個去年上半年到下 到八月的行程 到今年八月的行程 雖然人在這邊 一月份人在這邊 但是到八月的行程都已經排 都已經排好了 覺得時間 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寫 這十幾年來 除了公元兩千年 出了那一本阿涵解脫到四地 是我親自整理 從頭到尾是我親自整理 包括動筆寫 再來其他中間 這十幾年來的 各種出版都是 我在講課之後 我們學員把那些講課稿 然後加以整理 加以論筆整理出來的 所以 十幾年來 因為都比較忙 沒有時間來可以 專門提筆寫一本出來 加上這幾年來又比較忙 因為都到各處來 帶這個道德經的課程 就像游牧民族 真的這十幾年來 就像游牧民族 到處游動 所以就在考量 考量到底要不要寫 幾方面的反應是有需要 但是我考量 那我個人有沒有時間 因為這個要用不少時間來寫 所以就這樣在考量 考量運量 然後到後面 到後面 就是因為看到政府的重視 包括國家領導人 在世界的舞台 在世界的講台上面 都在倡導弘揚中華文化 而且也把道德經的理念 都變向世界各國來分享 所以就是因為有 一方面政府的重視 那我覺得 這是很重要的 一個 啟示 表示一方面政府重視 然後實際上 這個國際 這個世界很有需要 所以考量之後 好 今農曆除夕 農曆除夕過之後 春節期間 就開始動筆寫 《道德經廟節》 從第一章開始 用一般中學生 容易讀得懂的 這樣的語言詞句 寫出來 從第一章開始寫 那我寫這個呢 不是用白話翻譯 不是 不是一文解字 寫這個《道德經》很重要的 不能是一文解字 你一文解字 裡面的深意 你沒辦法解開的 所以我不是一句一句的 在哪裡翻譯 不是那種 一文解字白話翻譯 不是這樣 而是要把這一章 這一段 它真正的深意 它的神韵在哪裡 它的精華 它要透露出的真理實相是什麼 要把它講出來 寫出來 所以就這樣 從今年的2月5號 開始提筆寫字 一有空就寫 一有空就寫 但是因為我後面行程都 都拍得滿滿的 所以寫這一本書 從2月5號開始 到4月19號 全部結束 在這兩個半月期間 兩個半月期間 我是到過十個地方 不同的地方 到過十個地方 然後因為到很多地方 要去上課 要去上課 所以在十個地方 這樣陸陸續續 到這裡 除了待一些 有些課程之外 有空我就寫 就這樣 所以在兩個半月 然後到過十個地方 在十個地方 陸續寫 到4月19號 才到山東那邊完成 在這個編寫的過程 一邊一邊寫 我們學員就陸續把它 轉換成為電子檔 轉換電子檔就開始在流通 我們內部就開始在流通 大家的反應覺得 我們現在對道德經 就更容易理解了 就這樣他們就越來越喜歡 這個道德經妙節 所以當4月19號完成的時候 他們很快很快就拿去印字 印刷所謂的解殼版的 解殼版的 結果4月下旬 先印三萬冊 很快不到一個月 全部都沒了 後來又再加印一萬冊 因為要等正式版的出來 就這樣的因緣 這一本書到8月份的時候 正式版本就出來了 因為我在4月中旬寫完之後 我們學員還要進行編輯 每邊 校隊 他們要一邊一邊的校隊 還有每邊 所以我們內部這樣的處理 就大概一個月 就大概一個月 所以到5月中旬吧 中下旬才交給出版社 進行教稿 因為出版社它是屬於國家品牌的 所以他們對於這些文件 他們都要很認真去教對 因為他們也感覺這是要對歷史負責的 所以經過嚴格的三審三教 教稿審核 教稿審稿 然後經過嚴格的這樣一個審對教 都沒問題 然後後面再向國家圖書館 來申請這本書的正式書 所以書舉出版社他們本身的流程 就要經歷三個月 經歷三個月 所以5月我們交給他們稿件 然後到8月的時候 全部都完成 書舉方面完全沒有拖延 完全沒有拖延 他們按照程序 而且都認真積極的在 在審教 也在申請 到8月的時候 算是很快很順利出來 出來沒多久 到現在四個月 已經積累四十萬冊以上 現在的需求量一樣 很多很大 很多很大 我們幹部表示說 現在四十萬冊出來 應該在半個月後 可能又快不夠了 因為還要再印 所以這些都是好現象 這是中文版方面的 現在英文版方面的 正在 醞釀快要誕生了 這英文版的如果出來的話 它可以讓歐美系統的人 他們會 就是能夠普利世界各國 有了 英文版出來之後 應該各國的語言的版本 也會陸續出來 應該以後會陸續出來 所以先有英文版的 中文版出來 然後再英文版出來 這兩大語文體系出來之後 其他的應該會陸續出來 所以我們大家來祝福 我們的世界越來越好 好 大家一起來 OK 這一本書我知道 這個正能量是非常高 這本書的正能量是非常高的 如果你有什麼樣 你人生遇到什麼樣的困惑 遇到什麼樣的 讓你很迷惑 你可以翻開裡面來看 你可以從中會找到答案 個人的要了生托死 個人要求大安心大自在 裡面有 可以幫你解答 可以幫你找到方向 家庭如果很混亂如同戰場 你想要改善家庭 讓他和諧 對 裡面有妙方 告訴你怎麼樣去化解 你生了重大疾病 不是你啦 我們的家人 或是我們親戚朋友 有人生了重大疾病 好 你要化解重大疾病 這裡面有妙方告訴我們 怎麼樣去化解重大疾病 社會 社會的問題 全人類的問題 這裡面都會提出妙方 提出智慧 協助人類怎麼樣去提升 這就是道的奧妙 這就是道的奧妙 數有千百萬種 道只有一種 道只有一種 你把這個道學好了 把這個智慧學好了 你可以應用到各方面 所以有一位老師 他在幫忙 三月份的時候 我在編寫 他就幫忙 教稿跟論比 這位老師他也 以前他想說 他到哪裡 身邊要隨時攜帶哪一本 到底要攜帶哪一本書 他也想過很多 以前都很沒有一個定案 等到這本書出來 他說他很清楚的知道 他到哪裡 身邊隨時 這一本書都可以帶在身邊 一方面這個很不重 輕輕的 最重要的就是 裡面的智慧 真的 他處處都像一位 偉大的導師 偉大的善知識 在我們身邊 可以當我們的顧問 可以指引我們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 他真的可以幫助我們很多的方面 當我們學到了智慧 你應用到 可以應用到一切出 是真是假 等待大家好好的去求真求真 去發掘 OK 好 是這樣的師父 其實我很感謝師父寫的 就是寫出這本書 然後這麼好理解 然後我覺得我們作為學員 應該真的很用心的把它學出來 仔細的研究出來 因為我是也是自己在家裡面 學中醫發現的這個問題 就是我學中醫讀黃帝內經 真的好難理解啊 然後我就會想說 其實道德經師父幫我們解釋的 這麼清楚 我們是很容易讀懂的 那這種時候在推薦給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有需要的人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覺得 哎呀我就把書給你 你自己去讀就好了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們既然已經 這麼精細的去理解它了 我們應該真的把這本書 真的是完完全全懂了它之後 再就是說 我們筋膜之後再給別人 別人會更容易吸收 那有的時候就不像 不會像 像就是說別人突然塞給我一本書 我又不是特別感興趣的時候 我可能就真的不會去讀 但是如果別人把我的興趣給調動起來的時候 我就會讀它 所以道德經就是我們這麼多 就是有因緣在這裡的人 就是說還是要多努力去學習它 對 好 很好 好 如果說 以光是這本書 如果我要 什麼 著作權 著作權 那我要收版費 如果我要用這一本書 來拿版稅 版費 版費的話 光是這一本 我就可以 得到很多的財富 因為它慢慢的 後續的發展 會無限 它幾十萬冊 幾百萬冊 上千萬 這個都是很正常 如果 比如說 它未來十年 十年左右 它來到一千萬冊 比如說 如果是一千萬冊 好 光是以這樣的 我們書本作者 它可以拿 百分之十的 那個 版權稅 如果用這一種來算的話 你看 它這個一本 是人民幣 22.8元 如果一成 一本就 2.2 2塊2毛8 算2.2塊 算2塊好了 算2塊好了 如果說 是這樣的話 那你看加上世界的 如果要光是經營 運作這一本 包括世界的版權 我十年內 要拿個一千萬 都很容易 我真的要去經營這一本 要拿版稅 十年內 要拿個一千萬 都很容易 但是 我不是要賺錢 我不是要賺錢 我知道這一本書 將來會很暢銷 但是 我把這一本書的版權 開放給全人類 我不拿版權稅 所有的回饋 全部都用來做公益 繼續 印製 然後讓更多人 可以受益 不拿 任何版權稅 因為這是要幫助全人類的 不是用來 讓我個人 發財致富 好 好了 這一點是跟大家分享 OK 謝謝